全國水下之急 恆生捕獲深海異形 本村最近出現超罕見的 深海異形 蘋果帶著水中攝影機和釣客已經出海 据說深海異形住在 240米深的海底 釣客光是把賈爾放下去 就花了一分多鐘 接著不斷收獻羊肝 讓賈爾做出小魚淘散的動作 刹那間肝尾一程 上鉤啦 但深海異形的禮奇不小 和釣客搏鬥8分鐘才現身 充滿殺戏的眼神 尖銳巨大的牙齒 驚咬夾爾的模樣整得超胸狠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他的身體有夠長 在太陽底下還會閃閃發光 看起來就像一把鋒利的軟刀 難怪連老船長都覺得可怕 其實他叫做X尾呆魚 頭部某一看有點像異形 在船上不死掙扎 自己一瞧 誒 好像還拍過電影啊 真的好像神隱少女裡的白龍 所以有人叫他白帶龍 而且他的體型可長達3公尺 神似儲成地震魚的黃帶魚 所以當地也有人叫他地震魚 但數量稀少 只有入秋到春天之際偶爾補貨 明明大多留著吃吃吃 所以味道怎麼樣嘛 好了好了不吃不吃 地方中心不要吹我了 報道